好 各位我们开始上课 那个我们早上谈到 自信无上佛道试验成 其实我们谈中常这么讲 明心见信 见信成佛 诸位 见到那个信 有没有 你就是佛 现在没有见到那个信 难道你就不是佛吗 只是你不承认你是佛 因为那个自信呢 再生不争再缓不减 只是你不知道 各位我们现在要从这一段来谈 这一段很重要 各位有的话 你听过 但是不同的时间来听 相同的一句话 有的人没有感觉 但是有的人却对这一句话 同样再听一次 他的感觉决然不同 就好像说 就好像说 现在跟你讲说 集心是佛 无心是道 其实我常跟很多人谈这八个字 我说集心是佛 你懂了 那就误了 记得怎么修 无心是道 就这样修 讲完了 集心是佛呢 信解就具足了 无心是道 行正 你就可以完成了 但是 但是单单简单的某些的话 为什么我们的内在 完全都不肯相信呢 各位就像六祖谈经 其实六祖谈经 它有个重要的 其实六祖谈经 它最重要是 是要跟你讲 顿教法门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六祖谈经 它最主要的核心思想 它要跟你谈的 就是这个问题而已 那是因为很多人 读了六祖谈经之后 对 他 对 他就觉得说 我没有顿悟啊 对 你在怎么读六祖谈经 奇怪 他明明在讲 他满满 他明明在讲 这个顿悟的东西 那为什么我读了 都不顿悟呢 而且也很少 有人读了六祖谈经 他会什么 他会顿悟的 也很少 那各位 那你不顿悟 并不代表世界没有人 什么 顿悟 那现在的人没有 现在的人没有人顿悟 并不代表以前的人 没有什么 顿悟 各位这个你一定要确信 这个概念 假设没有这一回事 事实上就不需要谈这个名词 这样对不对 也不要谈这件事情 那各位我先把顿跟剑 再跟各位做说明 顿跟剑 原则上是针对这一辈子在谈的 就是这一辈子 如果把过去的多生累劫的概念 拉回来 所有的人都是建修 这样你了解吗 如果离开了这一辈子 把过去 从就是从过去的一直修嘛 有没有 所以这样叫做建修 所以我们在谈顿悟原则上 跟建修指的就是这一辈子的事情 这一辈子你是不是能顿悟 所以诸位你也要把握呢 此生 因为此生难得经已得 所以你也不要跟自己开玩笑说 好像你还有很多时间 好像说你可以慢慢来 或者怎么样 有没有 各位这样的概念 这样的概念 你岂能活在当下 那各位 但我们每个人 这个凡夫 凡夫常常活在什么 凡夫常常活在过去心 就是过去怎么样 过去怎么样 所有的恩恩怨怨 有没有 都来自于过去 那很多修心人 都一直期待未来心 期待未来心就有没有 我未来有没有 有一天会什么 会花开见佛 有一天我会明心见性 各位有一天那就是未来心 那净刚经不是跟你讲三心不可得吗 那为什么你们修心人 一直活在未来心 你看 这个 这个就是 各位你有这样的心态 那就代表说你已经掉入三心 对 新的概念 它是一个陷阱 但是你又掉入这个陷阱 但是你自己却 几乎可以说呢 是完全不知道 所以诸位 所以我也劝你说 你不要为你自己找理由 找说 人家过去不知道修多久了 各位 这一句话 难道过去的事情你都知道吗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你在打妄疑 你知道吗 你自己 在骗自己 所以 他可以 他可以顿路 难道你不可以顿路吗 诸位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顿路 因为唯有 悟 接着那个修 才能够真正的起修 这叫悟后什么 起修 因为 对 但是 但是悟后起修 这一个悟 就叫做解悟 就是我已经 具备了性跟解 当然了解 我性解 就是说我对佛法的信心 我对 对 释迦摩尼佛所讲的道理 我已经 懂了 这叫做性解 所以 这叫悟 所以一般人悟 他顿悟 多多顿悟在这一点 好 那这一个 所以当你悟了那一刹那 就叫做见到位 就是你见 你见到了 那见到呢 接着就要 就要修到 叫做修到位 见到了 见到道才能够修到 你不见到 你要修什么道 好 那各位 那那修 修完道之后 才能够正道 道的正道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正悟 那有没有 所以 所以绝大部分 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这一辈子 这一辈子我们绝大部分 我们有机会是 悟后起修 所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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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后起修 那个修 眼神上就叫见修 所以 所以古大德才弹出一个理论 他说 离可顿悟 适当见修 就是这个意思 离可顿悟 就是解悟 这个道理我懂了 所以离可顿悟 但是问题是你还没完成 所以适当见修 意思就是说 你的脾气 毛病 说不定你还要慢慢去除 纵使你没有脾气 毛病 但是你的福慧还没什么 还没具足 但是有没有 顿悟顿修 有 像 像 像花华金 不是花华金 华颜金 颜绝金 包括现在 所讲的这个六祖谈经 他也是这个样 他是顿悟顿修 各位什么叫做顿悟顿修呢 世间这里有人 可以顿悟 同时也顿修了 这么快 有吗 这个就是颜绝经 是尊教普贤菩萨 教他 对不对 如幻三昧 那总共 对 总共有四句 我把它归纳起来 就是两句 各位 那 那我简单跟各位这么讲 知患 诸位 这世间 所有的 一切 各位 你们 你们所有的问题 你们早上所有的一切的问题 不如是什么问题 都是什么 患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他是患 哦 那就苦了 你把它当成真实的 所以就开始困扰你 然后就困扰你 所以你就苦不开眼 接着你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纵实这个问题让你解决之后 你还有其他什么 问题 所以你永远都解决不完 所以你再怎么解决 你都不会开悟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把它真的 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 这些事情太痛苦了 完全太痛苦了 也就是说 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 这样什么时候 才能够彻彻底底的 的清清静静呢 没有办法 诸位我跟你讲 只要你不承认 他是患 那你的问题就永远存在 不管你是什么人 不管你怎么修 他都是存在 那为什么他是患 我们等一下慢慢来讲 我先这样一讲 所以如果你知道 所有的问题都是患 那个归纳起来就是 身心世界 各位身心世界都是患 各位 离开身心世界还有什么东西 你还有什么东西 你的身心还有 所处这个世界 你们说的问题 是不是都都在这里面而已 对 但是这三个都是患 那你还有什么问题 各位 那既然是患 对不对 知道是患 他就了然了吗 你说这个问题 他当下就不是问题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 对不对 第一句是跟你讲说 针对问题来讲 是解决不完的 第二句话是跟你讲说 问题的本身就是没有问题 就是这个意思 问题的本身就是没有问题 但是只要你认为有问题 那就糟糕了 那就是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 就会永远困扰着什么 你 比如说你觉得 比如说你觉得你去刷到 你去刷到 你去到几地 如果你是外星人投胎 各位我真正 我现在已经说不了了 现在有人说他是火星投胎的 现在有人说他是什么星投胎的 各位什么你什么投胎都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六道轮回 各位而且六道 六道的意思不是只有这个地球 你不要这么狭爱 你懂意思吗 所以你说你是什么星球来投胎 我也认同了 坦白说 对不对 因为 因为每一个 每一个佛世界 实在是相当的浩瀚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都不是问题 你从哪里投胎的 这也不是问题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一样 你 各位你 各位你觉得有癌 你觉得你有癌症 我跟你讲也不是问题 为什么 师傅的癌症为什么不是问题 因为没有癌症的也会死 你有癌症的也会死 那有什么关系呢 对 没有错 不是问题 所以有没有癌症 可以很快乐 有癌症也可以很快乐 有孩子可以很快乐 没有孩子可以很快乐 有结婚可以很快乐 没有结婚也可以很快乐 结完婚就在离婚 也可以很快乐 离完婚就在结婚 也可以很快乐 你让他丢顶 我就跟你讲 一言以蔽之 一句话就给你盖瓜 对 为什么 任何状况都可以很快乐 因为他是一场梦 梦中所有的 一切的事 诸位 你说 你问我怎么解决 需要 需要我给你回答吗 如果我跟你讲说 梦中的事情 我教你一项一项的解决 各位刚开始可以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样子叫做全巧方便 我没给你盗 没给你骗 有没有 但是到最后给你讲真话 我就不会这样给你讲了 因为这样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也解决不完你真正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 就是我直接了当告诉你 你现在所担心的问题 就是梦幻一般 就是一场梦 对不对 但是 但是你不能认同 第一 你迷 第二 你没有办法证明 这样对不对 第一 你迷 第二 你没办法证明 但是问题是 你先要懂这个道理 你才有机会去证明 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 这叫做解物 接着你要去证明 到最后 有没有 证悟 就是我已经完全证明的 那一刹那 我已经完全证明的 所以 知道是换这个 这个理 各位注意听 这个理 对 这个理有好多种意思 这个理 就是说 一种理叫做远离 远离不是你远离 而是说什么 他自然会远离 所以 你的念头不用感他 他自然会什么 自然会远离 这样对还是不对 对 第二种概念 对不对 基礼就是不要执着 有没有 那之位 知道一切是患 对 我就不再执着了 那不就什么 就顿悟了吗 他就顿悟了 各位 那顿悟 各位 顿悟之后 你说 你现在还 各位 顿悟了 我知道一切都是患 那就是当下就顿悟了 当我彻底顿悟了 记得我问一个问题 接下来怎么修 你说要修什么 我问你 我问你 你说 你说要修什么 你要修 那是因为你放不下 这样对不对 他已经彻底放下了 你说 他要修什么 就好像说 他已经没有病了 你还要 你还要叫他吃什么 要 我们做无聊 都跟他 没有病那就吃不要了 对不对 有病之病 无病强生 他就够无聊 无病就无病 对不对 所以各位 那你看 最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 他可以停留在这一段 他知患 几理 他已经 他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了 但是问题是什么 他虽然懂这样的道理 但事实上 他 他却没有彻底的放下 所以当他在医到其他的境界的时候 他难免还会生起 他难免还会障碍 只是他比一般人什么 更容易放下 更容易释反 只差在这里而已 对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要 为什么说要 说有出国 恶国 三国 四国 出国就 就比一般人 恶的程度高了 但是他为什么还要修行 接着以菩萨的果位 为什么要出地 恶地 一直到十地菩萨 那诸位 真正顿悟 顿修的人 就是没有这一回事 要注意这句话 有这一回事 那是因为你的内在 有没有 对 没有彻底的放下 就像老子所讲的 为学之意 为道日损 损之 又损 有没有 各位 所以有的人 他可以做学问 但他不是 他不是修道人 那有的虽然是修道人 但是呢 对 他还是有障碍 他要慢慢修 慢慢修 然后把他自己 对 真正一些障碍 一点 一滴 推向一个关卡 一个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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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个关卡 一个关卡 那就变成次第 就叫建修的次第 所以难道有果位 难道有位阶 顿悟顿修 对 直接了当 所以一般人 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 后面佛在为 其他十位菩萨 再继续开示 就在讲这个 就是没有 一般人的 没有办法 所以 好好好 那我教你们怎么修 教你们慢慢修 那诸位 那诸位 你注意看呢 我跟你说 他说换 你说 我没办法懂 他为什么说换呢 各位 各位谈到这里 你一定要先明白一种概念 作为你现在所看到的 各位你身体的问题 各位你的身体本身就有很多问题 你身体呢 有生病的问题 你的身体呢 有眉丑 胖瘦 黑白 膏癌 这些种种的问题 各位 所以有的人一辈子 都为了保养他的身体 为了让他自己身体吃得比较好 然后为了买更好的药来治疗他的身体 买更多的保养品 有没有 来保护 来让他自己的身体更漂亮 诸位 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 是虚幻的 你的这个身体是虚幻的 这个既然这个身体是虚幻的 这个身体所有的问题也是什么 虚幻的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生病了 你就觉得人生怎么样 或者说你不要觉得说 你可能 对不对 断了一丝手指 或是你长得比较比别人丑 然后你就比较比较自卑 自己不需要 对 当你能够确定这个身体是虚幻的 你身体所引发的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再来 你现在所有的感受 你的想法 你的思想 你自己的意识判断 这些也是虚幻的 你现在这些的感觉是虚幻的 既然你这些感觉是虚幻的 诸位 你心中的苦 存不存在 就消失了 各位你苦苦在哪里 对不对 你辛苦 各位你的心很苦 然后你心 对不对 你心抓很多东西 你心也累积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 但是各位 但是你有看到它是虚幻的吗 你们在佛学的理论上读它是虚幻的 但事实上你们是没有感觉的 我有说错吗 有没有说错 就是因为你们认为它是真实的 所以 所以你的苦才不能断掉 你的苦才是会存在 好 那诸位那里看呢 对 既然身心是虚幻的 对不对 其实外面这个世界呢 对不对 也是虚幻的 这个外面这个世界 为什么虚幻呢 这个外面这个世界是众生的什么 共业 众生所共同所创造希望的世界 你知道吗 身心是你创造希望的身心 世界呢 是众生所创造的 共同希望的世界 但是 这个对 这个对一般人 他很难懂 但是 但是各位 那很难懂怎么办呢 各位 很难懂怎么办呢 所以佛就苦口薄心 用各种方法让你懂 苦口薄心 佛就跟你讲说 这个身体是无常的 这样对不对 这个 你心所有的感觉跟变化是无常的 对不对 这外面的世界是不是无常的 是 所以佛就跟你讲说 这个世界是无常的 让你相信什么 相信他是无常的 因为 因为他是无常的 所以代表他不能够常在 因为他不能够常在 所以代表他不是真实的 真实的东西 他就不应该变 要注意这句话 但是 无常比较好懂 还是虚幻 无常比较好懂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脑袋可以认同什么 无常 对不对 事实上每个人是不是可以认同无常 很容易懂 好 那你现在 好 但是 诸位 但是 但是这样跟你 但是这样跟你 跟你讲 你认同吗 假设你认同 好 那么你就开始修 无常 因为你只是 认同 但是 但是 你真正 对这个事件 事件是 彻底是无常的 事实上 你还是没有转过来 你只是 在 知识上 认同他是无常的 但是你面对了一切的东西 你还是希望他存在啊 难道我有说错吗 你还是希望你的健康什么 常在啊 你还是希望好的事情常在啊 难道不是吗 所以诸位哦 所以如果跟你讲无常 你果然就认同是无常 那 直接就认同人 那也可以顿悟哦 好 所以 所以这样的人 因为我这样讲比较很简单 所以就这样讲 所以就跟你讲说 身心世界都是无常 苦 空 无我 你就这样修 这叫做俄罗汉 你就是说一般人 大概都是这种层次 所以这样给你教 你比较好懂 这样你了解了吗 所以有这样的法 有这样的法 这样的法就是要修什么 要修试念处 试念处 试念处就 他观察的对象就是观身体 观感受 观你的心念 接着观法 其实归纳起来 也是不离开 身心世界 诶 这个就是一种 交话 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就是 你 只能够听懂 这种道理 我教你这种道理 然后你按照 这样的道理 去修就好 这样了解吗 然后你觉得 这世间是很苦 佛也跟你讲 真的是苦 有没有 所以佛教你什么 离苦得乐 有没有 所以才告诉你 世生地 教你苦极灭当 认同 配合你 教你 就这样教你 诸位 这就是一般人 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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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概念 容易懂 他相当懂 他相当容易懂 他只要 因为接触佛法 好好跟他讲 他会认同 他会认懂 这种概念 但是诸位 但是 但是各位 你有没有 察觉到这样的人 其实这样的人 有没有认识他自己 有没有认识他自己 他并没有认识他自己 只是呢 对他 他 他对他的身心 跟这个 外面这个世界 他没有障碍 但是他对他自己认识还不够 对他自己认识还不够 这是第一种 叫做俄罗汉 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就开始跟你分析 跟你分析说 这个世间到底是怎么来的 你为什么会那么痛苦 人为什么会生死轮回 他透过详细分析 他告诉你怎么来的 他告诉你怎么来的 所以他就统口告诉你 所有的问题都是从无名来的 有没有 最后一直到老死 这叫做十二因言 所以可以看到了吗 十二因言就是透过比较深入的什么 分析 这样的层次 有没有 就比较高一点 这种叫做辟之佛 这种叫做辟之佛 又叫做独觉 但是各位 但是你看得到 但是辟之佛认识他自己吗 也不够认识他自己 为什么不认识他自己 各位 因为我刚才所讲的俄罗汉 辟之佛 他们在研究什么 研究下面这三个 看到了吗 他们在研究身心还有什么 对外面这个世界 四圣地十二因言 就是在研究这个 看到了吗 但是你真正认识他自己吗 所以其实 所以其实一个 所以其实一个 俄罗汉 对 他认不认识他自己 他认识他自己 他或许会这样认为 他会说 根本没有一个自己 所以他才会 所以他会停留在诸法 无我 根本就没有一个自己 何必认识自己 诸位要诸位听到 听到这样的理论 我现在所讲的 就是佛法的整体 然后你们自己去 去学都没关系 懂意思吗 你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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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哪一个阶段都没有关系 千万不要诽谤 其他阶段的人 刚才跟你所讲的概念 那各位 那为什么 一般在谈都谈这三个 因为这三个 我们好观察 因为这三个 有一个对象 诸位 你的身体有没有对象 好 你可不可以看到 你自己觉得 现在 对 现在的感受很不好 然后心情很晚 可不可以看到 其实你 你的心也是一个对象 然后你 你感觉到这个世界 你也可以观察 只是呢 一个比较深 一个比较浅 所以就有 就有 就有声闻跟言解的差异性 好 所以这里面就 就有智慧的高低问题 那诸位 那只要 要跟你谈到 大臣 或是屠杀道 或是呢 或是教你怎么成佛 那就一定要告诉你 生命的真相是什么 生命的真相就是这一个 对 诸位 这个信又叫做佛信 对 他又叫做真如 各位在谈经里面 有用真如这个名字 为什么用真如呢 他就是真的 他不是什么 他不是幻 他不是旺 他不是假的 他是真的 那为什么叫做真的呢 因为 他常住 不动 他如如不动 他 对不对 他不会受影响 受受影响 他不会拿生命的变化 所以叫做常住真心 所以叫做呢 所以叫做不生不灭 所以叫做 如来 什么叫如来 其实如来就是无来无去 一无所来 一无什么 所去 就叫做如来 那各位 所以你要把这个名词弄清楚 他为什么叫真如 所以真 意思叫做他不是旺 如 意思就是他是不变的意思 所以真如的意思就是他是真实不变的 每一个人生命的真相都是真实不变的 诸位 这个叫做真相 这就是六主谈经 他一开始 他就跟你讲说 不是本心 各位 假设你不了解生命的本质呢 接着学法无益 学法 你学任何的方法 对不对 都是门外汉 你完全 各位 你完全都是门外汉 所以你要知道 其实六主在讲某些的 不怕他很直接了当 但是 但是 有很多人 他不见得去知道 他的严重性 他也不见得 应该去分析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那各位 那我谈到这里 那就跟各位报告 你的身心世界都是你生命所创造出来的 看到了吗 都是你生命所创造出来的 所以才有那些话 为心所造 为事的 所变 各位 他是你创造出来的 但是 他是你 什么创造出来的呢 他是你佛性创造出来的吗 他是你无名创造出来的 各位要注意这句话 他是你无名创造出来的 要注意这句话 他是你无名创造出来的 什么叫做无名呢 无名就是不明白 所以用个角度来讲 无名就是没有光明 光明就是智慧的意思 所以无名就等于无名就等于无名就等于愚痴 所以 那各位谈到这里 谈到这里 谈到这里 有没有同学不懂的 来说说 来说说看 来听 对 若不是无名创造出来的 对不对 就不会有这些产物 为什么你现在 为什么你现在叫又一帮 无名创造出来的 无名生无名 无名生无名 但是到底是从哪里来 要注意这句话 对 到底要注意这句话 那无名是无名的 那无名从哪里来 来 你到 麻烦一下黑板 你写信经的那段话 无无名 来 你写下去 答案就揭晓 我们无名 创造了无名 所以在大臣启心的来讲说 对不对 三出六系 原则上就是一直变下去 一直变下去 来 注意各位可以看到 各位那你现在注意看 蛤 对不对 无名 创造了身心世界 看到了吗 但是这个无名跟佛性不一样吗 其实它是 米的因缘跟什么 物的因缘 对 你说奇怪 那众生有佛性 那为什么会迷失 我回答你 因为众生有佛性 同时 亦有无名 那是佛性 仙呢 还是无名仙 我可以正式告诉你答案 来 你这句话你自己写的 自己解释一下 无无名 亦无无名 亦无无名 尽其三意思 解释啊 你要拿麦克风 不是啦 我说你先自己解释一下 简单恶药 简单恶药 我给你提示一下 各位 我现在画龙点睛点给你看 这个镜 就是镜头 上面应该 上面应该补什么字 无无名 应该补什么字 对 你看你会补了吧 我按这个你讲说 下面这个叫镜头 也就是无无名起 没有一个无名起 也没有一个无名近 这是什么意思 本来就没有无名 主位 主位 看黑板 来来看黑板一下 这是什么 无名 是不是幻 既然他是 他是万 怎么有什么起 跟什么 就是 所以才会说 没有生灭嘛 但是为什么 不能看到这个清楚的人 他就跟你讲说 明明就有生灭 有没有 怎么会有可能 没有生灭呢 但是我就 对 清清楚楚 经典就不明 跟你这样讲 但是很少有人 会去把它补一个字 无无名起 很少人 很少人会这样 所以很多人解释 这个东西 他到底怎么解释 所以没有一个起源 也没有一个尽头 既然没有一个起源 你就不可以问说呢 是佛性仙 还是无名仙 对不对 好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可以坐 各位你领悟到了吗 所以 所以你常常 所以在谈到 很多很尖锐的问题的时候 像这个问题 就是尖锐的问题 很多人答不出来 对 就是说 就是说本来 对不对 无名本来也是虚幻的 但是 但是 我们就是把虚幻的 当成真的 所以当你把一个东西 当成真的 结果 一错 全什么 全错 就是这么道理 一错 全部都错 所以当你把认为无名是有 所以因为无名有 所以创造了身心世界 所以身心一切事情也都是有 让你苦不堪言 那之位 所以呢 所以你只要去 你只要去 明心 见信 见到这个信 对 因为这个信本身 这个信本身就是佛 这个信本身就是佛 或是说 这个真心 就是这个真心本来就是佛 所以说 对 疾心是佛 你的心 就是佛了 当你看到你的心 就是成佛了 再讲个更直接了当一点 你的心本来成佛 就是这个意思 你的心本来成佛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诸位 但是很多人 他只相信一个理论 什么理论呢 我 我有佛信 但是我还没成佛 所以这个理论 对不对 你相信这个理论 那就这个样子 但是各位 这样的理论 有一个理论 我讲给各位听 你们等于不用担心 我都担心 我都担心 说给你听得快 众生没有佛信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哦 各位你不要说错哦 众生没有佛信 是对的 今天有没有这样讲过 有 一产体没有佛信 有没有这样理论 有 再来第二 一产体有没有佛信 有 第二种理论 一产体有佛信 再来第三种理论 不管你是不是一产体啦 众生皆有什么 佛信 第三种理论 第三种理论 第四种理论 众生本来什么 成佛 第四个理论 你要相信哪个理论 诸位 我现在所讲的 都是佛经里面讲的 你各位 你去 各位 我现在所讲的 都是佛经里面讲的 都是佛讲的 这不是我讲的 对 所以你看一看 你就糟糕了 糟糕了 那我要相信哪一套 对 既然都是佛说的 我要相信佛的哪一句 各位 你要相信哪一句 然后你认为 这四句都不一样 我告诉你 这四句都一样 只是你 只是你误解 不懂佛意的人 所以常常错解经文 所以各位 所以谈到这里 我要来正视 首先先让你知道说 这个 你真正的生命 去创造了身心世界 所以呢 我们在六祖谈经 刚开始学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谈一个 很重要的观点 真心跟妄心 假设分不出来 你没办法修行 其实我相信 今天的诸位 应该 应该没有几个人 分得出来 已经分出来的举手 诸位 你不可以变成理论 而是说 你听我说了的时候 你回去 什么是真心 什么是妄心 不是理论 我这样跟你讲是理论 但是什么是真 什么是妄心 其实你搞不清楚 各位为什么 为什么你搞不清楚呢 因为你还没有真懂 你还没有真懂 各位我再做一个比喻就好了 各位真跟妄 是两码事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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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妄又不能够离开什么 真 要注意这句话 来各位 我们现在常说 想说 哎呀叔 我心很辛苦 我先来讲 等一下你来作答 好不好 各位这个 这个框框 这个是镜子 那镜子的前面有什么 有一个人 所以镜中才有什么 一个人像 来 哪一个是妄心 来 好你回答 哪一个是妄心 两个都是 你已经超过37度 你花烧超过37度 各位哪一个是妄心 你们还有那么多答案 哦 那是镜中啊 真的 那是镜中啊 来各位 镜子里 镜子里面的人像 是妄心 镜子本身是真心 那镜子 镜子里面的影像 就好像我们人生 所面对所有的东西 有没有 都投影到什么 你的内在里面 事实上你内在 你的内在 就是有很多镜子的影像 对不对 啊所以 所以镜子的影像本身 对 他是妄心 我们可以解释 这个叫什么 不是啦 这叫妄身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妄心 这个是什么 妄身 为什么 因为他 这两个本身 不是什么 镜子 这样了解吧 这两个都不是镜子 你看到了吗 这两个都不是镜子 另外的第二种解释 是这个样子 这个不要看 镜子的镜子的影像的 那个人 就叫做 就叫做妄身 那个人会动 有没有 就叫做妄心 所以这样的 批语你懂了吗 他本身不是镜子 但是他又没有 没有办法离开什么 镜子 这样你了解了吗 他又没办法离开 镜子 这样各位 真心忘心 分得出来吗 现在身体 大家比较好 好懂 身体是虚妄的 先认识这样 但是问题 真心忘心 搞不清楚 各位搞不清楚 我跟你讲 你要 你要修行很困难 意思是说 师父我坐在那边 胡思乱想怎么办 那我脑怎么办 那叫做妄心 那 师父 那妄心怎么办 那 就 只要知道 忘 然后 就好了 那我怎么办 各位注意听 只要知道 那是忘 就好了 那我怎么办 你今天在问说 怎么办 就是因为说 你一直觉得 它是真实的 然后一直干扰你 然后一直困扰你 你才会说怎么办 那既然是稀幻的 那我怎么办 就这样子而已 当下就清静了 不用 不用 不用会什么功夫 对 我知道 它是 坏 就好了 譬如说 譬如说 新河 对不对 譬如说 新河 你的脚下 有一条蛇 对不对 你才要去处理它 对不对 但是 你注意看 原来它是一条绳子 那你说怎么办 没事了嘛 就没事了 你还想怎么办 那诸位 师父我坐在那边 那边心很乱 怎么办 那是 那是虚幻的 你还怎么办 师父 那个很乱 我应该怎么修行 你只要知道 它是虚幻的 就好了 各位 你只要知道 它是虚幻的 就好了 就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 你不肯相信 你再在那边 闭嘴闭拐 各位 你肯相信就好了 你为什么 不肯相信呢 那各位我跟你讲 真的比较好信 真的比较好懂 还是假的 假的比较好懂 所以到现在 无尽 没有人什么 相信真的 没有人相信真的 你说师父 你可以证明吗 我可以证明 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 你来 要证明了 我讲了 才开始睡 哈哈哈哈 来 我看好你 我直接问你 我希望问完 问完之后 你就顿悟 我希望问完你 你就顿悟 那个梅花 当梅花还没开 叫什么花 当梅花还没开花 叫什么花 他勇敢不说了 叫什么花 你会这么说吗 不是 梅花还没开 你会叫他什么花 不是 不要那么复杂 你 比如说你现在夏天 你现在夏天 梅花有没有开 没有 你夏天看到 看到梅花 你会 你会跟朋友讲说 那是什么花 梅花 没有开花 你实在是 有够够够够够的 没有 我就跟他 我看到梅花 你还说没有花 你 请问一下 你带 你带你的朋友 看到这棵树 你看到这棵 看到梅花 你会跟他讲说 这一棵 这一棵叫做没有花 你会这样 你会直接跟他讲说 那叫什么 不 不要那么复杂 什么 对 比如说朋友问你说 这棵是什么 有没有 你会回答什么 梅花 对不对 那玫瑰花还没开花之前 你会叫他什么花 茉莉花还没开花之前 你会叫什么花 但是我问各位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他没有开花 你为什么叫他 叫他梅花 他没有开花 你为什么叫他梅花 你不是 你不是 你不是还没看到他开花吗 你为什么要叫他梅花 你为什么不等到他开花之后 你才说 啊 他是梅花 你为什么不这样讲 领悟到什么 诸位 我说你本来成佛 你会怎么跟我说 那师父 我没有 没有没有 我还没成佛 各位成佛 就像梅花开花一样 为什么梅花没有开花 你百分之一百 有没有 就说他是梅花 为什么 我说你是佛 你说 师父 我不是 因为我还没有开花 因为我还没有成佛 所以我不敢说我是佛 我只敢说我是凡夫 奇怪 主位 主位 你们日常生活当中 很多东西你可以直接了当说 他是什么 你不用怀疑 对 就像你在讲梅花一样 各位你的信心 是不是百分之百 有没有百分之百讲他是梅花 你会怀疑吗 但是你为什么对你自己这么怀疑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不会开花的梅花叫什么花 你开不开 发灰花 误会误 各位注意听 本来就是 你本来就是佛 你还在那里 客气什么 没啦 没啦 我不是啦 没啦 你是在客气什么 主位你这样就叫做邪见 你要注意啊 对 光 如果是 我相信古兽有修行的人 听我以上这样的形容 他一定开悟 但是你们 我喝口少 我已经耽误你好几次 所以诸位 所以你看禅宗的公案 假设你有机会去看景德川登陆 有一些公案 你以前看不懂的 你会突然懂 各位我讲一个 讲一则公案 有一个谈师 问他的弟子说 你有没有佛性 他的弟子讲说 师父我有佛性 他师父看看他就跟他讲说 你没有佛性 他说师父哪有 我没有佛性 今天今天讲说 连那个蚂蚁都有佛性 有没有 一切众生 都有佛性 为什么 唯独我没有佛性 他的失误 直接老丈跟他讲说 因为你不肯承担 所以我说 你没有佛性 那弟子就开悟了 我说你没有 是因为你不肯承担 所以我说你没有 难道错了吗 没有错 对 他弟子就开悟 那主委 讲了老半天 对不对 你没有人 没有 你没有愿意承担 对 然后你 然后你总 总是想说什么 我是凡夫 各位既然你是凡夫 难怪 你会有很多的借口 对不对 贪生吃 你会讲说 我又不是圣人 各位 你会一直讲这样的借口 这样对不对 难怪你会一直堕落 因为 凡夫的特质 就是可以堕落 所以各位 你找那么多理由 来让自己堕落 然后跟人家讲说 我是凡夫 人不自知天诸地媚 不是这样 各位各位 你讲这些概念 然后来证明你自己是凡夫 奇怪 你为什么不讲某些概念来证明你是否 你偏偏讲很多概念证明你是凡夫 所以真的是颠倒 有没有 颠倒众生 对啊 环乎是疯子 对不对 但是看病的人 看久了也变疯了 对不对 精神科的医生 跟疯死在一起 久了 他也会疯掉了 所以各位 所以你觉得很严慌吗 对吧 就是说 你说你本来就有做 但是 但是你狗人要去求 有做 然后你本来就有做 还想买 母一人 再做佛祖 我真的 收你听不听 你本来就佛祖 你又母三大阿生其切 再做佛祖 真的 你本来就做妈 还在 又不知道你做妈 对啊 有个人说我做祖 所以叫妈祖 那各位那我再做一个PE 我在做个PE 各位假设 这个是我从冰箱 拿出来的冰块 好不好 我拿出来 我说冰块 这是什么 冰块 这就是 环夫 这是什么 身体 各位这是身体 这是什么 心 有没有 来各位 现在换你问我 这是水 请问你回答一下 我有说错吗 他说冰块 我说这是水 他本来就是什么 他本来就是水 你不用花意 不需要等到他融化之后 啊 果然什么 是水 各位 见修的人 就是这样 是我变 我还想到融化 我才变水 这叫做见修 各位 我们现在 就像那个冰块一样 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性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妄想执着 每个人啊 有没有 都被他困住 就像冰块 好 但是诸位 他本来就是水 结果你没有认识本来你是佛 然后你却一直觉得什么 你是凡夫 诸位 但是首先你要认识他本来就是水 这就叫觉悟 这个 这个人生就彻底改变 人生啊 各位我跟你讲 人生就彻底完全改变 这叫 这是水 只可惜 只可惜 他还没融成什么 水 所以他需要有热度的因缘 他才为什么 融成水 各位 你现在 你现在虽然还有很多习气 很多毛病 但是 你是佛 现在只要透过戒定会的因缘 有没有 你这些脾气 毛病 就会消失 各位注意听 其实是脾气毛病是会消失 而不是成佛 因为你本来就什么 你本来就是佛 不需要再一个什么 成佛 你只是把这些障碍什么 你看到了吗 所以这里面不是成跟不成 你本来就是那个样子 不是说 受到尾才变成那个样子 注意听 你本来是那个样子 你在怎么 你修跟不修 还是那个样子 只是什么 只是因为你不懂 就像什么 就像说 就像说你家的下面就埋黄金 那有黄金就等于什么 只要你不知道你家的下面 埋黄金 那个有黄金就等于没有黄金 所以有黄金等于没有黄金 就好像说有佛性等于什么 没有佛性 就这个意思 但是黄金就是黄金 但是他要透过 对 淬炼 对 挖解淬炼之后 有没有 各位 这就是修行的过程 这就是修行的过程 所以诸位 我透过这两个 我透过这两个P 还有那个公案 我是告诉你 确实古时候有很多人 这样就开悟了 我透过这样的P 就是跟你讲说 各位 你要 你要百分之百的肯定跟相信 就好像你看到梅花一样 当前看那敢说 他叫做梅花 对 修位你不知道 你把梅花当成什么 还有一种花 桃花或是梅花 梅子 梅子 所以你们对你们自己是佛 还会怀疑吗 但是各位 但是当你百分之百 已经确信 你是佛的那 以上那 会不会改变 你不要跟我讲到失误 我百分之百 我确定是佛 你结果你出去很龌龊 你怎么会这样 我也不会 结果的样子 等一下停 各位 我举个最简单的概念 比如说 他是孔子的后代 你是孔子的后代 我是陈静心的后代 那个陈静心的后代 请一下 你是孔子的后代 你确信你是孔子的后代 接下来 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 你自己的展现会比较去一散 会还是不会 不是啦 我说你真的是孔子的后代 你会不会展现的比较散 会还是不会 以前说我都不是孔子 我是孔子的后代 各位 比如说你是国父的后代 有没有 对 一提到孙中山 对 孙中山是什么 孙中山是我们阿公 我虽然不是孙中山 但是 对 但是我表现出来 还是有一代的风范 对还是不对 应该是这样嘛 那诸位 那我现在不是说 你是达官师父的学生 那不是没遗憾 我说你是佛的学生 那也没遗憾 我说你是佛 那你会表现出什么风范 你敢表现出 对不对 诸位 当他确信的那一撒那 他整个人变 你说 你说 他已经开始 身口意变了 他开始像个佛的样子 看到了吗 诸位 所以你不要看这个 你不要看这个心 为什么早上讲那个故事一样 他觉得他活着 有没有 他果然就活着 对 那谈到这里 再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还是有一个犯人 有一个犯人被 有一个犯人被判那个 无期徒刑 不是死刑 不是死刑 无期徒刑 因为那个犯人也没有了 读什么书 对 他只有 从小到大看到什么 那个西游记 然后他每天就在牢里面 在那边跪拜 齐天大圣孙悟空 有没有 齐天大圣孙悟空 请你教我功夫 然后让我能够什么 逃出坚毅 结果 那一个人 每天都在拜 不是他诚心 而是关在那边 不知道要做 不知道要做什么 就每天在拜 各位 孙悟空是一个小说的人物 对不对 他也不是 他不是 他不是真实的人物 像观世 像释迦摩尼佛 就是你 就是真实的人物 他只是个虚构的人物而已 他就在那边求 孙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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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祈求他 救他出去 救他出去 然后每天都在祈求 经过几年之后 果然有一天晚上 他就做梦了 梦到什么 孙悟空 就来跟他讲说 好 对不对 你求我那么多年了 对 那我现在教你 我的侯宫 我教你 你就好好的血 所以每天晚上的梦中 孙悟空都来教他 就连续教他半年 一教完之后 白天醒来 有没有 就在老公里面 开始练什么 在练侯宫 练半年之后 果然功夫什么 练出来了 就把 就逃出什么 监狱了 那各位 那你说这是什么 有很多人常跟我讲说 哎呀师父你知道吗 每天哪一尊佛啦 菩萨哪一尊神啊 都来教我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 其实我听过很多人 这样跟我讲 其实那个我 那个我笑笑就好 其实那个就是你 冲造出来的 一样的道理 有时候你觉得 你自己身体 对 比如说睡觉了 被鬼压怎么样 其实有时候是你 创造出来的 你要注意 是你的身心 创造出来的 你的身体呢 是地 水 火 风 组成的 注意 假设地 不太协调 你会有被压的感觉 假设火 火不太协调 就梦中 不但不是看到火 就是梦中会生气 假设水不太协调 梦中会产生贪欲 会 会梦到一些其他 这些欲望的一些梦境 假设风不太协调 梦中会感觉到 有一些恐惧 这是业力 这是身体 创造出来的 对 接下来新的东西 我们就不用讲了 对 日有所思 日有所梦 但是 但是很多人 不知道它怎么来的 对 不知道 不知道它怎么来的 然后 就会 就会把外面的东西 跟我们呼应 就越拉越多 越拉越多 诸位 鬼是你请来的 神是你请来的 也是你创造来的 所以 所以如果身心世界都是你创造的 那鬼神算什么 各位 鬼神 你一定可以创造出来 没问题 所以各位 所以这个道理你不懂 你的修行 事实上 绝大部分都会走偏 然后 然后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走偏 或是绝大部分你会被骗 你会被骗得团团转 你会被骗财骗色 甚至你花钱还不能消灾 所以原则上就是说 你不能够真正去明白这种道理 你真正明白这种道理 事实上 你已经知道 知道说原来 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本来都没有问题 你听我这样讲很奇怪 但是这样的话 你已经讲一辈子了 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常常讲哪句话 天下本无事 庸人 智老师 各位这句话是真理 这句话 没有说过的人举手 我不相信 几乎每个人都说过 这一句话就是真理 但是这句话对你有什么意义 一点意义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这一句话 你没有彻底的明白这一句话 为什么说本无事 就幻化 你说有什么事 他就是 对 他就是幻化 所以你说有什么事呢 所以呢 有一个禅师 对不对 他在打坐 那别人就问他说 禅师你为什么在这边 在这边打坐 那位禅师 直接了当就跟那个人 回答说 因为无事 可思量 各位 无事 可思量 就是说 我今天都没事情 堂又烦又烦 所以我坐在这边 那不是 你为什么在那边打坐 我在那边收 你要收什么 各位 你在那边修 你要修什么 我告诉你 你要修什么 人家是无事 可思量 你是有事 要修行 然后修出 然后修出 一个什么 圣结石 不是设立子 圣结石 对不对 你是要修什么 意思就是说 你那个道理 不透彻 你没带 好 我们休息到 到两点三十五 好 下课 啊 词 出